海贼王,霸王色缠绕的特殊能力,一是隔山打牛,二是晕厥效果。 霸气,作为伟大航路后半段新世界的标配能力,也在不断地深入展开。 比如,剑蚊色修炼到一定程度,能够预见短暂的未来,武装色还有助更高等级的用法,攻击力会等到极大的提升,霸王色也不仅仅是秒小兵,酷帅那么简单。 对于霸王色的用法,很多大佬早就在网上说过,霸王色也能像武装色那样缠绕使用。 但是,剧情上一直没出现。 直到霸飞发现,凯多才说起,霸王色缠绕只有手需一指的强者才能使用,而凯多早就用过了,只是当时不知道而已。 那么,霸王色缠绕有哪些特殊效果呢? 1. 隔山打牛 霸王色缠绕最明显的一个特殊效果,就是隔山打牛。两方肉搏战,一般都是全权盗肉。 但是,使用了霸王色缠绕后,却能隔空打中对手,也就是不用碰到对手,就能施以强烈的打击,这是肉眼可见,最直观的效果。 2. 晕厕 霸王色缠绕最明显的一个效果就是,能够见晕比自己弱很多的对手,也就是俗称的渺小兵。 凯多用霸王色缠绕两次重击霸飞,霸飞都晕了过去。 所以,晕厕效果可能也是霸王色缠绕的作用之一。 3. 强化攻击力 这第三点是最显而易见的了。 学习霸气的作用,自然就是为了战斗,霸王色缠绕要是不能提升攻击力,那还学什么。 从霸飞使用霸王色缠绕揍凯多,凯多不断吐血就知道,攻击的威力十分的强大。 霸王色缠绕的条件其实很苛刻,首先必须要有霸王色,这是王者资质,数百万人中才能出现一个。 有了霸王色,才能有基础学习霸王色。 但凯多说,只有手具一指的强者,才会霸王色缠绕。所以,霸王色缠绕应该很难学。 霸飞能够秒学霸王色缠绕,除了甜子聪颖,主角光环也是重点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。